我還去買了生理鹹水 對嘛 一大罐的想說要擠進去 但是當你要擠進去的時候 就是沒有那個 勇氣你就覺得嗆到 算了 放下 那小孩都嚇死了 真的喔 不是 我自己 因為我從小就是鼻子常常 每天都塞住 我從來沒有通過 然後我阿嬤就是煮那個茶葉 剩下的那個茶葉水 喝不完的 然後就說茶葉水洗鼻子很好這樣子 真的喔 然後你知道就那個挖弓這樣 然後叫你這樣 不是用喝的 是用鼻子吸 這樣怎麼吸啊 對 我就想說這樣兩隻鼻子吸 你用兩隻鼻子一起吸喔 吸就因為就從嘴巴吐出來 你有成功嗎 有 我還就是做了一小陣子 然後覺得非常非常的難受 因為那感覺就很像 就是剛剛講溺水 就它會嗆到 可是多練習之後就是很順 它就會直接通到 它就會出去 不會就是一直去嗆到 那洗出來你有看嗎 是什麼顏色 有沒有真的比較好 小時候也不會看 可是真的有比較好 尤其是那個茶葉水 如果是溫熱的時候 尤其是有時候冬天很冷 然後一起床 我的鼻子大概那個水龍頭 就不會關 然後我只要洗完就好了 所以我來請教一下陳醫師了 這到底該不該 沒錯 讓自己練習 而且兩隻鼻子 真的不會溺水嗎 比較不會 要練習啦 對 對 然後美國很多的鼻子的一些醫學會 對我們來都已經有發表了 洗鼻子對鼻子的疾病改善 是有正面幫助的 是喔 對 對 沒錯 過敏的人要洗 那一般感冒的要嗎 對 只要是鼻子有一些分泌物 你會鼻塞 然後你鼻子腫脹 你可能過敏性鼻炎很久了 都可以洗鼻子來改善 可是你們我剛才看到聽那個 阿嬤的茶葉水 對 這個其實都是比較不正確的啦 我們有一個一套 你可能是鼻子要先諮詢過醫師 到底怎麼做 畢竟他是一個醫療行為 對 雖然說可以在家裡自己做 可是需要醫生跟你講 第一個我們需要到溫的開水 溫開水 對 跟你的體溫稍微低個一兩度 好 對 然後再來就是要放鹽 鹽啊 對 不是茶葉 不是茶葉 對 因為我們洗進去的東西 要跟我們的身體的一些平衡 就是有生理食鹽水嘛對不對 我們要跟自己身體的滲透壓一樣 你甚至可以用高 濃度高一點點 他可以幫我們鼻肉的水 吸出來一點點 所以要鹹一點 對 稍微高一點點就好 他其實外面有賣那個鹽包啦 外面有鹽包 大概一小包一小包這樣賣 家裡頭煮菜的鹽也可以嗎 不行 家裡頭煮菜的鹽 這要講清楚耶 我們做過研究就是 對於鼻子最好的是海水 海水就是鹽水 然後裡面有一些微量元素 像是一些 對鼻子會對黏膜有更好的幫助 對 所以你要用的是那種 沒有經過精緻的海鹽 對 然後就是放 這一罐大概是240ml 可能就放個4克 4克 對 然後放進去 然後搖一搖 讓它溶掉 溫水喔 記得是溫開水 煮過的開水 然後溶掉之後 這樣放在鼻子裡面 用嘴巴呼吸 為什麼 因為我們鼻子裡面從這裡興趣去 我們會有的人會嗆到是因為它跑到嘴巴裡面 對 所以我們用嘴巴呼吸的時候 這個軟鱷 這個叫軟鱷 它就會自己蓋起來 所以水就會從另外一邊鼻孔慢慢流出來 對 這樣就不會嗆到 對 而且重點是手要慢慢的壓 對 所以我覺得它那個小朋友可能已經習慣了 一開始一定會抗拒 因為真的是會 它會從 你剛剛有看到那個 這個影片是從嘴巴出來的 對 對 其實這是不對的 所以正確是這邊進去這邊出來 對對對 這時候就可以幫你的裡面的一些髒東西 那個空氣的一些汙染物啊 我們的過敏源 我們的黃鼻涕濃鼻涕都可以洗出來這樣子 所以像最近這個PM2.5污染非常嚴重 有的人鼻子容易過敏 也可以用這樣的方式嗎 其實PM2.5洗鼻子當然沒有用 如果是真的PM2.5很高 代表的你其他的懸腹而已 像PM10啊 PM10啊 它會卡在鼻子 的確會讓你鼻子不舒服 有些人鼻涕倒流 喉嚨會卡卡的 對 這個洗鼻子也會有效 對 不過PM2.5的話 因為它會直接跑到身體裡面 所以你光是洗鼻子抗PM2.5 還是戴口罩好了 全身都有問題 剛才醫師講那個要用煮過的水 是非常重要的 因為曾經有人也是自己這種 自製這種生理食鹽水 他可能不是用在鼻子 是用在眼睛 因為有些眼睛也會癢 沒錯 沒錯 然後結果後來醫生就發現 他有一些眼睛的嚴重感染 才發現他可能自製生理食鹽水的時候 沒有徹底滅菌 結果剛好反而讓他這裡面的菌 就長到眼睛裡面去 所以他整個嚴重的大感染 所以這一定要用煮過的水 所以生理食鹽水也可以 對 可以喝的水 我就變成說可以喝的水 OK 正確的方法 是用嘴巴呼吸擠進去之後 然後讓他流出來 那這樣大概要幾次 還有哪一個時間點 我通常 早晚 我通常如果建議你鼻子 如果比較不好的話 早晚各一次 早晚 對 如果你比較舒緩了 OK了 可能就變成每天一次 OK 甚至兩三天一次 對 然後另外一點就是 如果醫生有建議你用鼻噴劑的話 有些過敏的人 可能需要用鼻噴劑長期控制 你洗完之後噴效果會更好 對 可是鼻噴劑不要太依賴他喔 依賴久了會有問題嗎 不是 這是兩個不同的東西 一種鼻噴劑叫做血管收縮劑 這就是我們在市面上會買到的某某鼻 歐某某 對 然後這個就是沒辦法連續噴 你連續噴的時候 你的鼻子的血管 他是收縮嘛 對不對 他就是用藥強力收縮 久了你的血管就會鬆掉 對 反而就會 你的鼻子就會脹起來 對 這個叫做藥物性鼻炎 這到後來可能需要手術 通常醫生會開給我們病人控制 鼻過敏的就是第一個 類固醇鼻噴劑 第二個 抗阻滋安噴劑 大家一聽到類固醇就會好害怕 會不會有副作用 然後月亮臉水牛肩吃會變胖 噴了越噴越胖 其實 其實不會 他的劑量其實很低 而且用在局部 不會 不會 比較不會跑到血液裡面 對 所以如果你在醫生的監督下使用的話 其實是不會有什麼副作用的 但是如果有一些人覺得 他還是想要知道更多 或者有點怕怕的 彭醫師 我們還是需要你幫忙 手上的穴位 據說也可以對於我們的呼吸道方面 也很有幫助 是 其實剛才有大概跟大家提過 男左 女右 就是我一直會強調 如果說男生的話 你可以看你的左手 那一般我們掌心向上 可以看出一些身體 一些反射區在手部的位置 那剛剛講這個大魚肌的位置 它連接的就是我們的這個肺障 那兩側的肺障中間剛好就是心臟 所以講心肺活力 它是一起的 所以其實我們的肺障循環 跟心臟是息息相關 那氣管跟我們的這個喉嚨 它也是在我們的手腕的位置 OK 對 我臨床上有碰過一個很有趣的病人 就是說 我們都會練那種壓力球 或是會用那個滑鼠 那他就是覺得說 要壓得很久很久 這樣子肌力才會比較好 結果來的時候兩邊都是凹的 然後我就說你怎麼會這樣子 然後他來的話就是因為說 他就是一直咳嗽不會好 然後來看病 那我當然是會先看這個肺 相關的手的位置 我就會說你這是肺氣不足吧 因為它是整個凹陷 就很明顯的氣不足 他說沒有 我是練壓力球 結果後來發現是 他壓力球真的練太久 然後他就說他真的練壓力球 練到最後的時候 覺得呼吸困難 然後開始咳嗽用力 結果整個氣就不順 所以我覺得就是運動過 就是也不要過度 就剛剛講說這個PM2.5 有個病人是這樣子 他咳嗽一直不好 然後到最後就是說 他搞錯了 他以為是要增強免疫力 就每天去跑兩公里 結果每次跑回來就氣喘發作 所以這樣就更慘 所以我覺得運動保健 要看自己的體質 所以你平常可以看自己的手 如果在肺區相對應的位置 有一些紅點 或者是有一些比較多的掌紋 它其實是有一定的意義的 因為它代表說這個地方的循環比較不好 那手指的位置來講 頭的位置是屬於這個中指 所以頭的這個頂端 如果你兩側去壓 你會覺得有點疼痛 肩頸痛 或者是喉嚨痛的時候 你就會發現 它其實是屬於頸椎的問題 但是如果是咳嗽 你壓你的中指不會痛的話 它其實就是 壓中指的哪裡啊 中指的這個指節 指節的地方 第一個指節 因為有時候我們喉嚨痛搞不清楚 或者是肩膀痠痛 你搞不清楚是工作疲勞引起 還是你感冒病毒引起的嘛 你就可以測試看看 你就壓一壓你的中指 如果它非常非常的痛 表示說 它現在正在感冒 所以它這一隻手的這個 有沒有發現 它比較靠大母親 就是它的肺氣不足 有另外一種是 它會靠這邊的 這是什麼 有可能是肺癌 當然這是一則純屬謠言的謠言 這是一個 老謠言的變形版 就真的沒有 大家不要再相信 喝水可以抗病毒